嗨,boys and girls 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 who 与whose 我们上节课 我们之前看到过 who 它是什么意思呀 它呀,是谁 而who whose 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要老师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who 与whose 的区别 好,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看小明正在抓耳挪塞的 怎么了呀 原来呀,是他走进了考场 忘记带笔了 who has a pencil 谁有铅笔呢 这里边的who 它是翻译为谁 它指的是谁 来翻译,来对主语或者是冰语提问 好,我们再看 whose pencil is this 哇,刚才小明的铅笔 是不是丢了呀 另外一个小同学看到了 他说whose pencil is this 这个是谁的铅笔呢 这里的whose呢,是对 谁什么什么的 对的一个物主的提问 好,同学们,现在让老师开始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who跟whose 的使用 第一个,who has a pencil 谁有一支铅笔 在这里呢,我们的who呢 是对主语的提问 对主语提问我们要用who 翻译为谁 谁有一支铅笔 第二个句子 whose pencil is this 这个铅笔是谁的 我们看这个who's呢 它是对物主的一种提问 谁谁谁的 一般它与名词是搭配的 我们看who's pencil 谁的铅笔 谁的铅笔 who's coat 谁的衣服 who's bag 谁的包 这样搭配起来表示的一种所属的关系 好,我们看下边的examples the first one 第一个 who is that man 那个男士是谁 这里呢 他表示的是一种谁 对主语的提问 我们回答说 他呀,是我的父亲 下一个句子 whose English book is this 这个英语书是谁的 你看 在这里 我们who's是不是仍然和名词搭配呀 表示谁谁谁的一种所属的物主关系 It's my book 那是我的书 好,同学们 现在跟老师一起看一下这些单项选择题 老师已经把答案标到这里 我们看第一个 什么 lives in the house 谁住在这个房子里头呢 我们选择谁 用a 第二个 谁 jess is that 我们看后边有一个名词 我们必须用物主所属的关系 表示谁谁谁的 谁的裙子 那是谁的裙子 选择b选笑 我们看下一个 你正在跟谁笑呢 我们说比如说 to Jack 我正在 对着 杰克笑 这时候我们仍然用who 这时候who呢 是对宾语的一种提问 好,同学们 跟老师一起看一下who跟who的区别 who呢 翻译为谁 用来对人物的提问 可以是对句子的主语提问 也可以是对宾语的提问 就像老师刚才讲的那个smile to 表示对谁谁谁笑 就是一个宾语 主语呢 就是说who is that man 那个男士是谁呀 是对主语的提问 我们看who字 翻译为谁谁谁的 他是用来对物体的物主 以及所有者进行提问 表示 这个物体是谁谁谁的 这是谁的呀 一定要与名词搭配使用 或者说who's dress who's bag who's coat and who's pocket 都是必须与名词搭配 这样才表示一种的所属的关系 好,同学们 who跟who's 这两个疑问代词 大家掌握了吗 我们今天呀 就跟大家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吧 拜拜